他第一个问题 日光节约时间是否混乱了 中国的二六时辰 几十二三支 深层及求道时 求道时的时辰是否也跟着问乱 还是一点都不影响 就造新的时辰 因为老天都知道 这个对 一点都不受影响 因为我们要了解到 他不管是 这个日光节约时间 还是我们一般的常态 都是一样的 都是二六 十二个时辰 没有变化 十二时辰没有变化 只是我们的生活认知 不一样而已 那个都没有差的 没有差别 所以不用为了那个 日光节约时间 混乱了我们的 原来的奏细 第一个问题 中国年为什么用十二生肖代表 有些生肖时辰真的会相喝吗 为什么 这个呢我们因为这个根据那个十天肝十二地支 那么十天肝十二地支 我们会讲说夹子 就是夹天肝天肝的第一个 跟地支的第一个 然后会合 因为十二十对十二 所以他轮到六十的时候 才能够圆满 六十一又开始 一个启头 所以我们了解这个是我们古时候祖宗的智慧 那借着那个十二生肖来记忆 说我们进入是什么年 比如说这个 我们新年要进入什么年 马年 对啊 要进入马年 让我们能够很容易的就记忆 那这个要了解到 最重要的 我们假如说有那个生克 因为我们这个五行之中 他有相生有相克 那这个在生克的方面 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心地要超越 你假如说已经都住相 那我们是不克而克 就已经被他克住了 那你假如说是超越 进入一性严敏 那个对我们都没有影响 所以我们要了解到 那个生克 大部分都是我们老一辈的 按照这个天干地支 以及那个五行来说的 那我们心可以超越 所以我们修到研究性理心法 就不要被那个树绑住了 还有吗 第三个问题 原浅师讲的孔子十艺 或许百师不解 十艺是什么意思 是艺经里面的十章 十章吗 但是艺经是有十一章 那个或许看到 那个艺经正事 就是孔老夫子来讲的 就是孔老夫子来讲的 他说那个十艺 那个艺就是四旁 那个帮助了解 这个河图跟漏书 是整个孔老夫子说 是这个全部里面的十章 可是我们把那个十章已经把它分化 就变成很小段了 它本来是蛮大段 只有十章而已 后面的都是后卢守家 所以后协看到那个艺经正事了以后 才知道说原来孔老夫子手讲的十艺 是前面那个就是戏迟传 那个十章 可是它的原文不是我们看的那样 我们已经都把它分了 已经没有说连贯 真正的那个 就是你要研究那个河图漏书 你要了解到我们中国古代怎么运转 你可以从那个艺经正事里面 你去了解它全部详细的内容 那个是帮助我们去了解 河图漏书 整个假如说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买一套回来研究 不过或许鼓励 还是用心理心法来看那个艺经 这样的话对我们的帮助才大 尤其那个孔老夫子讲 说这个上帝就是我们 所以这个冲击很大 我们没有那个观念可以接受 他说那个整个连西方 那个整个它都是由我们分化 由我们分化成五个宗教的宗教主 所以这个观念 或者是看那个艺经正事以后 才接触到 祝福似乎 1-3-4-4-3-7-800